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来友族护士诺埃达的家拜年度过了不一样的节日 为了给诺埃达一家人献上祝福 此际志工们送上精美礼品 其中就包括立体红苹果的小吊饰 感动于大家的远道而来 诺埃达特别准备了素食招待大家 这份用心让大家深深感动 在吃的那个时候的那个感觉是觉得 就像是回到家一样 就是很简单一个面一个咖喱然后一个糕点 那在互相交流过程当中 就是彼此一家就很像一家人 然后那种欢笑还有温馨然后幸福的感觉 其他相处不用特别去把它当成是不一样的种族的人 那其实我觉得那这样我们就自然而然就会尊重 就是游戏里面去尊重它把自己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设想的那样子的感觉 难得奇聚一堂 史大森和诺埃达的孩子们展开了文化交流 教导他们制作天灯 意味着祝福平安 让孩子们喜行余色 感恩诺埃达用心的招待 史大森除了演绎台湾3D舞蹈 也邀约大家一起比一家人马来版本的首语 跨越国界 不分宗教 不分种族 只要人人懂得感恩 尊重与爱 处处都是一家人 大爱新闻 马来西亚冰城综合报导 赞 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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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